嗨大家好,我是老王 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他去看望 新闻题目是这么写的 副总统看望 在美奥医学中心的一个患者的时候 没戴口罩 然后引起了巡然大波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都有人在批评他 然后还有一些人在说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彭斯还有他们的团队在演戏 因为你去看望病人的话 你能不戴口罩吗 是吧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这一个病人身上 身上佩戴的这一个标志牌 还有他的服装 他的袜子 他的鞋等等 都显示都让人觉得 有摆拍的嫌疑 然后呢 我本着这一个求真求实的态度 去这个外网 去搜了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 然后呢 我来拍摆一下自己的看法 就是 虽然我内心觉得 他可能是摆拍的 但是呢 也有可能就是说 是真实的 因为那个人 他不单纯是一个病人 这两个字这么简单 他是一个 就是已经治愈了的一个患者 他在现血 那么英文视频 那么原版视频里面 我们可以听到 他说 彭斯文 就是说 你是go through the coronavirus 就是经历了 是吧 经历了这一个新冠肺炎 是吗 那就是经历的话 那就是治愈了 那就是治愈了 而不是说 正在这一个患病状态 那么所以说 他 所以说 那个人 他身上 那一套 那一套 无论是标志牌 还是服装什么的 那可能也说得过去 是吧 他毕竟是来现血的 他又不是来治病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中心还要说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通视频中可以看到 彭斯一出场 静止走向了 那个 那个现血的人 然后呢 那个现血的人 旁边站着一个 西装革履的 这么一个 一个人员吧 他 那个人员肯定不是医生 那么他有可能是 这个 没有医学中心的 这个 负责人 或者说 政府的工作人员 但是呢 他绝对不是一个医生 然后呢 我 我又发掘了一个大图 然后就发现 这个 这个 西装革履的人 背后呢 有两个 有两个人 他们正在那儿 就是 有一个嘴上 缠着绷带 还是什么的 在那儿躺着 然后想奋力的 就是坐起来 好好地看一眼 这个副总统彭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躺着根本动不了 然后那个手致上 手指上还 还在那儿就是扣着一些 扣着一些这个 一些设备吧 然后呢 旁边还有几个管子里面 是深红色的 应该是血液 可能在这儿做透析啊 或者什么的 我不清楚 我只想说 是吧 美国总统 美国副总统 为什么 一出场 就静止走向了 就静止走向了 那个患者呢 那么这 这肯定有 这个 事先安排好的 这个嫌疑吧 对不对 你不然的话 你 你为什么不能顺便 那个去 去慰问一下 旁边那两位 那个躺在床上的人呢 是吧 我不能称之为病人 我只能说 躺在床上的人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画面里面 你看不到一个 神传白带褂的人 你看不到一个 神传白带褂的人 全是那些 西装革履的 政府人员 或者说 医学中心的 什么高级 高级人员 你看不到一个 神传白带褂的人 这一点 那么很多人 诟病中国 一些官员 他们去 慰问啊 或者说 视察之类的 身边都是一些 政府大员 什么的 看不到老百姓 你看美国不也这样吗 这不是比赖 而是说 这并不是比赖 而是说 为什么 以向 以自由民主 标榜的 美国 还有那些在 那些填 美国人的 嘴里的那种 是吧 欺民 爱民 是吧 一律平等的美国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他们本 他们 美国本不应该 出现这种情况呀 这是为什么呢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件事 就是说 那么 彭斯在 经历了这一次 不戴口罩的风波之后呢 就戴上了口罩 他去这一个 印尼亚纳州的一个 呼吸机工厂 然后就戴上了口罩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彭斯去点赞那些 工作人员 那么有一个镜头呢 是彭斯去点赞那些工作人员 但是呢 只给到了 那个彭斯 竖大拇指的镜头 而看不到 那些蓝色的那些标志牌之后 正在工作的工人 那么然后呢 当彭斯走过去之后 他身后的一队的 你一个政府人员 也在那儿 或者 也在那儿点赞那些 那些工人 到最后呢 彭斯面对着 应该是镜 我不知道他是面对着镜头 还是面对着这一个 那些 就是呼吸机工厂的那些工作人员 但是呢 从他的言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应该是 面对的是那一些 呼吸机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可以听到说 我们可以听一下 我们可以看下原本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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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原本视频中 他提到 你们作为印第安 印第安大洲 拯救全美生命的英雄 那么毫无疑问 那不可能是记者 是吧 那肯定就是说 那些工作人员 但是呢 当彭斯 发表完所有的 这个赞美之词之后 我们看不到 一个 一个镜头 给了那些 他面对的那些人 他所担美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镜头 那么 所有的镜头 都集中在了彭斯 以彭斯为重心 你好歹 是吧 在你担美完了之后 把你的镜头 给一下那些 那些工作人员 是吧 没有 那你到底是 担美他们呢 还是在给自己 树立一个 还是在给自己 树立形象呢 是不是 你既然担美他们 你至少应该 给他们一个镜头 给他们一个 集中的镜头 没有 这就是美国的宣传手段 这就是美国的 宣传手法 不要千 千万不要把美国人 想得太 有多么的高尚 千万也不要把 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政府 相当于多高尚 他们的 美国作为 世界舆论的 这么一个 顶级选手 他们在 这个舆论的表达上 在传播上 那是非常的强力的 我们只有从这些 这些琐碎的 或者说一些 不经意的 那个 不经意的角度 角落 我们才能发现一些 不符合 我们对他的认知 或者说不符合 他们所一贯 吹噬的那些 内容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是老王 欢迎关注我 拜拜 拜拜